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简要地介绍了天使 今天我们要介绍乐园中重要的角色 人 金口圣若望赞叹天主如此地倦爱人类 他说 有什么东西在受到时得到如此的忧郁? 只有人 因为天空、大地、海洋及整个受造界 都是为人而存在 而且天主对人的得救如此重视 甚至连自己的独生子也不顾惜 事实上 要了解人是什么时 必须先进入圣言降生成人的奥基内 才能正确地解释人的奥基 人的生命必须在基督的奥秘中 才获得光照 才彰显其存在的意义 今言圣伯多禄以两个亚当来说明人的根源 他这样说 圣保禄中途告诉我们 有两个人给人类起源 就是亚当和基督 第一个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 最后的亚当基督成了赋予生命的神 第一个亚当有一个开始 最后的亚当却没有终结 因为这最后的亚当其实是第一个 因为他说就是我 只有我是原始和终结 我们知道第一个亚当 因听从骨蛇 魔鬼的引诱 而导致人类陷入死亡的泥闹中 为什么教会还这么肯定 人是所有有形的受造物中 最尊贵的呢 因为 只有人奉造在理智 意志和爱情上 共享天主的生命 人就是为这目的而受造 圣女加大利娜 在对话录中 也确定同样的讯息 你为了什么理由 使人享有这么大的尊严 肯定是那无穷的爱 你因这爱 注视了在你内的受造物 并深深地爱上它 灵魂一词 在圣经里是指 人的生命气息 是完整的人本身 是一个完整的位格 是人的精神本源 也是人心内最隐秘 最有价值 和最特别的 教会灵修 非常强调人心 人就是在那灵魂的最深处 决定是否 接纳 相信 爱慕天主的 每个人都具有 无可替换 不可取代的位格尊严 他不只是一个物品 动物 或生命而已 是一个具有 天主尊荣肖像的人 他能认识自己 拥有自己 自由地奉献自己 并与其他的人沟通 更重要的是 他因恩宠 而与天主定立盟约 并做出信仰和爱的回应 教会教导我们 灵魂是由天主所造 并非由父母所产生 而且是不死不灭的 因为灵魂与身体 天衣无缝 完全地合而为一 因此 不应轻视人的身体 反而应重视 并发展它 人是由肉体 灵魂所组成的一个整体 是一个属于神性生命的灵魂 使身体活起来的 物质世界 就是因着 会集有形的身体 及无形的灵魂 于一身的人 而达到了高峰 因此 人就代表万物 向至高无上的造物主 献上虔诚的朝拜 赞颂与感谢的敬礼 请问 灵魂既是不死不灭的 但是人还是死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人死亡时 是指无形的灵魂 与有形可见的身体 呈现分离的状态 但人并不因此 而归于泯灭 化为乌有 因为 人的生命 并非属人掌控 也不是 纯属于自然现象 生命是来自天主 属于天主 也归于天主 天主才是 生命的本源与根源 智慧篇 对于死亡的原因 做了简要 且确定的说明 其实 天主造了人 原是 不死 不灭的 使他成为 自己本性的肖像 但因魔鬼的嫉妒 死亡 才进入了世界 虽然 人因罪恶 而陷入死亡 但那一位 就是为美人 尝到死味的耶稣 以借着死亡 毁灭那 握有死亡的 权势者 魔鬼 并解救那些 因死亡的恐怖 一生当奴隶的人 今天的教礼 就介绍到这里 愿天主 祝福您 全家身心灵 健康 平安 喜乐 期盼下周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